看一下如何把那個工作表分割為工作部這個單元 七之二的部分 那其實我們主要是怎麼樣 希望可以把這個 剛剛的這個假班到駭班 這邊總共有13個班級 清單可能還是留下來吧 因為等一下我們先用清單好了 我覺得這個清單比較方便 為什麼 因為正列的好處 就是說他雖然不用一個清單在這邊 可是畢竟他是比較虛的 所謂的比較虛就是說 你變成要把它寫在記憶體裡面是看不到的 所以這個東西最後會到哪裡呢 就會到記憶體裡面的某一個地方的一個清單 其實它長得也有點點像這樣子 只是說它是在一個你看不到摸不到的地方 那以色友的好處就是說它是看得到 而且可以拿來用的好處是在這裡 那其他的語言 比如說Python 最大的問題 也不是問題 最大的差異就是說它沒有以色友 沒有辦法放資料 如果你要放資料的話 你只能放在正列裡面 所以變成你這些所有東西 都要放在看不到的地方 所以如果你看不到的地方 那你怎麼寫程式 所以你要有過人的地方 所以有的東西 當然我會覺得說如果你還不會寫VBA之前 其實我覺得你倒不如 就是說最好你要學Python之前 但是你先把以色友先學好再往上 可能會比較不會那麼辛苦吧 不然你連看得到的東西都學不來了 更不要說那個看不到的東西 哇,你更累了 OK 兩者今天我覺得是沒有什麼差別的 所以我有個課程就從VBA到Python 其實我就是把如果你會VBA 你也可以就是很快可以把這個概念 直接向上延伸就好 也不用說太花太多力氣 對我來說只是稍微程式改寫一下 OK 概念都差不多 反正就解決問題 出發點很簡單 就是我不要突發煉鋼 我的效率自然要提高 不然你用電腦幹嘛 你要用工具就是你要提高效率 所以要怎麼樣可以把一件事情快速完成 這就是我們要的答案 就像說如果我今天要把這13個班級 幫我存假班就存一個以色爾檔 直接存到哪裡呢 存到我的桌面上 在桌面上建一個資料夾 叫VBA好了 幫我把它放進去 從假班到嗨班 自動存檔 怎麼寫 我先demo給你們看 如果你這個是 這個已經寫好了 程式其實不多 一個回圈 加上大概就四行程式 那我直接執行它的話 它就可以自動幫我把 我要的存檔動作 直接呢 它其實就跑回圈 有沒有看到 背後的話呢 一個一個 十三個班級呢 自動幫我分開來了 那也就是說裡面的話 比如說假班好了 假班裡面呢 其實就要放假班的資料就好了 有沒有假班的資料 其他班沒有喔 OK 也就是說呢 有點像以班的話 就是以班的資料 有沒有就一個工作表就對了 那原始資料就是有十三個工作表 也就是把十三個工作表切開來 變成一個一個的工作表 獨立存一個也是要打 欸 這要怎麼做 那以前的話當然喔 如果你假設不會用LVBA來說 你變成你就土法鏈鋼嘛 那以前怎麼做 當然就按右鍵 這邊應該有個什麼呢 移動或複製嗎 有沒有 然後呢 這應該是什麼 新一個工作戶 對 然後再給他一個名稱 然後再存檔 給他一個名稱再存檔 哇 那你這樣子每天做這種事情 我覺得要是我 我是覺得說我寫個程式就好了 對不對 尤其是你那個工作表數量一多的話 哇天啊 那每天下來一遍不是瘋掉了嗎 難怪有些人沒辦法早點下班 好 而且每天 所以我 你會發現 很多人每天的工作裡面 其實都是可以程式化的 只是說 有的人不想面對而已 OK 我的想法是說 要是可以程式化的地方 我一定寫程式把它完成就好 OK 剩下你會有很多時間 所以很多事情你會發現 然後一整天 其實做不了多少 不用做太多事情 每天只要把程式想出來 這件事情就到此結束了 之後再也不願麻煩你了 OK 不是很好嗎 對不對 所以我每天都在想 欸程式怎麼寫就好了 但是當然 對各位來說是有點困難 因為你要累積很多的經驗 你才會越寫越上走 可是 我覺得這應該是必經的一條路 因為未來 現在你看 大數據 現在再來的話 雲端也已經慢慢 應該不是什麼 什麼 太高 現在AI的話 現在也是大家都一直在討論 如何去把AI給直做出來 可是AI背後就是要程式 如果你連程式能力都沒有的話 你更不要講到AI這部分 OK 所以這個可能要稍微注意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怎麼寫 要寫這個程式 也並不複雜 所以第一個的話 欸我要怎麼寫 第一個你可能要注意 你該學會哪些東西 第一個的話呢 特別注意 我們要學到一個叫Copy的方法 Copy特別注意喔 其實一樣 我們可以從那個什麼 檢視即時運動的視窗 剛剛不是有個Move Move的方法對不對 比如說我也可以的 這邊假斑 乙斑有沒有 其實它的方法跟那個還蠻像的 比如說我要把假斑複製一個的話 後面就是用點Copy就可以了 那特別注意喔 點Copy後面 你把它接到後面之後 本來是Move便Call 然後Copy的話 你可以Call到它的前面 還是它的後面 如果你是Copy到它的前面的話 序則1好了 那這個地方你把它Enter的話 你會發現什麼 它會幫你Copy到一個 有沒有 這個時候它會幫你怎樣 這個這一行執行完之後 你會發現 在這邊就產生一個什麼 假斑 因為它Copy before序則1 OK 就幫你Call一個了 但是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這邊Copy前面 這個程式的後面有before或after的話 它會幫你複製到這個的前面或後面 但是有個關鍵地方喔 如果我今天呢 假如沒有before或after的話 那你按Enter 它實際上會是什麼狀態呢 它會直接跳一個 就把它刪掉一下 如果我直接Copy的話 特別是有個關鍵地方喔 它就會Enter一下喔 你會發現它會怎麼樣呢 它會把這個假斑 直接跳一個新的 就有點像按右鍵 這邊有個什麼呢 移動或複製有沒有 這邊不是有個什麼 新工作簿有沒有 其實就是這個道理喔 所以我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所以這個關鍵Copy喔 也就是Copy如果有 它就會Copy到前面或後面 如果沒有喔 Enter一下 這個時候你會發現喔 它實際上喔 會幫你做一件事 什麼事呢 就是幫你開一個新的工作簿 然後把什麼 把假斑直接Copy過來 然後這個就是一個新的活躍簿了 而且喔 它會直接跳到最上面 所以目前這個 目前這個的話呢 工作簿的話叫Active 所以前面我們不是Active Sheet 有沒有 Active Sale 那目前這個工作簿叫Active 這個叫Workbook Active 或者叫Active 工作簿的話叫Workbook 工作簿嘛 工作Work 目前Active 目前Active 目前的工作簿 然後呢 如果你要存檔的話 那就點什麼呢 點Save As Save As Save As後面的話呢 就跟大家講說 你要存到哪裡 那因為我要把這個檔案怎麼樣 存到我桌面上 預先有放了一個路徑 這個路徑的話呢 就是這個VBA 這個把它放進去的話 我先把它刪掉一下 那我就可以怎麼樣 那目前工作簿 幫我存到這個路徑 特別是 我是建議 如果那個路徑呢 自己打很容易打錯 我比較推薦 請你把游標放在這裡面 它會顯示完整路徑 請你用複字貼上的 把它貼到Save As的後面 給它一個字串 然後後面的話呢 再加這根目錄 這一條斜線一定要 給它一個名稱 叫賈班.xlsx 就把它存過來 可是問題來了 所以關鍵的地方 就是在兩行程式 我來看一下 因為這兩行並不複雜 我們直接來看一下 所以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應該就是 比如說呢 理論上應該是先寫這兩行 就是比如說我取得什麼呢 取得那個賈班的清單 賈班這個名稱 那當然呢 剛剛 乾脆直接 接下來的話 當然我就建一個 建一個那個批次將 工作表轉 工作步 底線清單 就是清單 然後呢 如果我要寫那個程式的話 我是建議你乾脆直接拿 裡面這一段拿來複字改好了 那改哪些地方 第一個 我們剛剛是Move 不過這邊的話 我不是要Move 我是要Copy 所以其實貼過來之後的話 那我這邊乾脆用2到 2到14好像會比較好理解 2到14指的就是 我的名稱是這個2 先找賈班 然後把這個賈班怎麼樣呢 幫我放到這個x裡面 所以這邊不用加1 意思是說我先把那個賈班這個名稱 先放到x 賈班先放到x 然後呢 序值x指的是賈班 不是Move 所以這邊的話呢 請你把它改成Copy 那後面的話就不用Before 或After 但是你要多注意 因為它Copy之後 會跳出一個新的工作步 所以呢 這邊的話你可能要多一個 叫Active 目前活動的 因為它跳出 就一定在最上面 Active什麼 Work 所以這邊的話 Workbook 不用加S 因為只會有一個 你跳出來只會有 就那一個 Active 然後呢 後面加一個什麼電 如果你字沒打錯 它應該會有個清單 叫Safe S 有沒有 Safe S 其實底下還有一個什麼SafeCopyS 其實這裡我印象中也可以 只是說兩字還是有個差別 SafeS後面的話呢 它會跳出說你的參數是什麼 欸 這邊的話呢 叫FileName FileName的話呢 就幫我存檔 存檔的名稱 記得喔 給雙引號之後 先給一個路徑 所以那個路徑的話一定是什麼 C尺 記得喔 我是建議你直接點這邊 把這個路徑複製一下 貼到這邊來 貼上來 請你幫我放在這一個路徑底下 底下記得喔 你要補一個那個反斜線 這個反斜線 要補 為什麼 因為沒有補這個的話 它變成怎麼樣 它變成VBA的資料夾 它就會怎麼樣 這個名稱就會跟那個檔名串在一起 後面 串一個什麼 AND 後面的話呢 你就給它什麼 給它 這個X的名稱 就可以了 後面會注意喔 因為你X是假班 所以它存檔變假班了 它沒有副檔名 所以副檔名你要在AND 然後給它一個什麼 雙引號 給它副檔名就是 點什麼呢 點X L SX 這樣就OK了 好 那基本上的話呢 我們就是把它Save as 最後它當然會一直跳 裡面上它應該會跳 最後把它Close 記得喔 存檔之後要把它關掉 不然它一直在上面 所以關掉的話就是Active 如果不可怎麼樣 點Close 點 後面加一個Close 把它關起來 關起來 關起來 Close OK 那另外的話 後面有一個什麼呢 要加一個True或False 關掉之後呢 要不要再存檔一次 已經存過檔 所以不用 所以打一個False 就可以了 這樣的話 理論上應該大功告成 程式寫完 False 寫錯了 OK False 為什麼 因為剛剛打小寫 如果沒變大寫 我一看應該是打錯字 所以理論上 我們只有加 總共有 應該算加了這三行是不一樣 其他都跟剛剛一樣 所以我們就找 1把那個假扳Copy 先假扳 然後Save as到這邊 存檔 然後再把它Close 然後不要再提示 OK 我確定一下 所以程式我剛剛寫的在這裡 理論上應該沒有問題 如果你們剛剛有問 我有加註解在這邊 這個應該沒有問題 不要提示 OK 好 那沒有問題之後的話 就要runrun看 run的話 如果沒問題的話 應該一次就成功了 這邊應該就會有了 把這個執行一下 看會不會OK 不過如果你沒有把握的話 我建議按F8 先確定一下 這是假扳 S假扳 Copy是不是假扳 S假扳 然後Active Save as 存檔了 存檔之後 close掉 沒有問題 假扳就有了 有沒有看到一個假扳 其他都一樣 所以直接執行 好像中段 我再把這個 再跑一次 直接執行 已扳 你按 點Co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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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ve as 這邊是 force 那如果你save as 這邊可能是 true 要存檔 不然的話不然是錯誤 這可能再試一下 理論上應該這樣OK的 所以剛剛就是這三行不一樣 再run一下 OK 咦? 怎麼還是錯了? 對對對 沒錯 OK 不過這個可能很容易做錯一點就是說 因為呢你現在他會跳這一個 所以他目前就一直停在這裡 所以怎麼辦 你這個可能要把它關掉 不要存檔 如果你沒有做 一定要回到這邊 不然的話 我們現在不只是跨工作表 而且 跨工作部 所以工作部很容易 所以之前 還印象嗎? 工作表就很容易就 忘了工作表也會出錯 那又多一層就工作部 所以這個可能要特別注意 那這邊的話 應該理論上 好吧 好像 對 好 再試一下 理論上這樣 記得你游標一定是在這邊 再把它run一下 不然的話很容易出錯 當然它會閃動 所以如果你不要讓它閃動的話 記得我們今天講過 就是那個螢幕關閉掉就好了 這樣就不會閃動了 這樣的話呢 如果你有大量的工作表要領存的話 我覺得應該也不麻煩 有沒有 就多了這 其實主要是這兩行 還有游標記得要放在那個工作表在執行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來 所以其實把它那個分割 這動作其實應該不困難 那只是說差別就是說 Safe-S跟Safe-Copy-S是有差別的 Safe-Copy-S好像不能夠改變它的副檔名 Safe-Copy-S才可以改副檔 比如說我想要把它另存的話 有沒有 我好像 因為我有去看過它裡面的官方的說明檔 因為我想說Safe-Copy-S跟Safe-Copy-S很像 那到底有什麼不一樣 我印象中應該是副檔名能不能變更 這地方不一樣 其他好像都一樣 OK 但是就明明就是感受